前段时间上合组织的国防部长的会议 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了 这其中当然强调了在地区安全方面合作的重要性 这其中中国的防长还有俄罗斯的防长也会面了 我看到很多的说法是说 也被视作普京接下来5月份要访问中国做的最后的准备 那么同一时间也看到普京在俄罗斯的时候也做出了宣布 连礼物都已经准备好了 是一本书叫做怎么办 说是因为这本书在图书馆当中的时间 就盖春的时间正好是习近平主席的出生日期 所以说都准备好了 这个正好讲到外交 所以就让介老师给大家来画一画重点 这一次普京的访华之旅 我们要关注的重点是有哪些 我觉得普京这次去中国大陆 他提了很多一定会很多具体的提案 跟中国大陆的合作 因为事实上的话 我觉得普京跟西方国家的互动之门 已经几乎已经全关了 就是说这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 那么我觉得不但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 恩断义绝 那么俄罗斯跟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 也不是短期能够时间能够回复 这是全方面的 所以我觉得普京在这场战争开打没有多久 他就讲俄罗斯今后的发展的方向是东方 东方说实话 以经济实力来讲的话 有三个国家是俄罗斯可以寻求经济连结的 一个是中国大陆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日本 那么请问在俄乌战争中 日本跟韩国是用什么立场 什么态度来对俄罗斯的 俄罗斯对这两个国家有办法寄望 应该是不可能的 所以往东方看只有中国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基本上今天大概会把他的 也被迫把他所有的未来的希望 那么建立在跟中国大陆的关系上面 对中国来讲的话 中国大陆是一个全球性的国家 那么也不能够因为跟俄罗斯的关系 就怎么样跟世界的各国 站在俄罗斯的一边 把自己的利益放到一边去 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补丁可能去来中国大陆来谈的话 我想基本上除了安全的事务上之外 比如说这次在上海组织的国防部长会议 国防部长对 国防部长会议 我想基本上能够做到的就是把中国的后门 其实中国很难讲哪里是后门 哪里是前门 因为新疆也可能应该算是一个前门 把中国大陆的前门 这些所谓安全的隐患 中俄之间可以把它怎么样 可以把它很有力的确保住 也就是让西方或者一些极端组织 在中国的前门 也就是整个的中亚 到一直往西沿 一直到西亚这一段路上 我想可以做一个很好的 一个安全的阻绝跟确保 另外也可以让西方 尤其欧洲跟美国 想要打入这个区块的努力 受到怎么样 中俄联手的一个抵制 我想这个在安全上 对中国大陆是很有意义的 那么在经济上我觉得的话 俄罗斯只有靠中国 可是俄罗斯本身的经济体量 实在不是那么大 它这个只有一兆多美元的 经济体量 那么跟中国大陆发展的经济 这么快的情况之下 2023年也破采了2400亿美元 这个数字 跟中国大陆的 跟东盟来讲 跟美国来讲 更是跟整个欧盟来讲 还是有很大的落差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中国大陆 现在可能的话 就尽量的安排 跟俄罗斯之间的这些贸易 可是这些经贸合作 可是能到达多大的高度 还是有限度的 所以也不能把所有的希望 放在俄罗斯 另外一方面还有是 俄罗斯的俄务战争以后 它怎么样在国际社会里面 受到接受 中国大陆事实上 我觉得俄罗战争打了不久以后 中国大陆对俄罗战争的10点意见 里面第一点 我觉得是站住脚了 就是国家主权不容易 领土主权不容侵犯 所以在立场上 并没有站在俄罗斯这一边 所以我觉得也杜绝了很多国家 对中国的怀疑 或者甚至批评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事实上 连乌克兰也没有批评怀疑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这场外交的布局非常成功的 我觉得还必须要继续保留下去 跟俄罗斯可以加强合作 可是也不能回复到那种双方关系 任何关系都是无条件的 这是实在不可能的 那么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如果他要开发整个大西伯利亚 或者开发整个的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历史的故技 所以我觉得现在双方的合作 也就是在既有的基础上 看看怎么样能够加强 那么俄罗斯要中国买更多的能源 可能也不符合中国的长区的 这个能源布局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后的结果 可能是俄罗斯所求于中国的 多于中国所求于俄罗斯的 是 所以我看到很多评论也在说 说俄罗斯可能这一次会宣布 说无上限的合作 但对于中国来说 他之前所强调的那些重点 比如说不能侵犯他过领土等等 仍然会是中国的底线 但对于中国来说 可能就像刚才介老师说的 整个中亚地区 是不是算中国的前门 还有大家不要忘了还有东海 现在南海的地区 什么北海 这个东海和南海是比较乱的 那北边是不是有俄罗斯的坐镇 对于中国来说 也是解决了很多后顾之忧 这都是我们就值得观察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吧 普京是没有正式宣布 究竟是哪一天访问 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五月份了 我们到时候再来做观察